动物有灵性,哪怕是战争时期,人类和动物也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二战时期,巴兰人养了一只战刀手,他能卖门,会绑宝弹,还能撕烟,会走 直到现在,都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还有很多他的纪念雕像 因为战争的原因,1912年时,很多巴兰人被流氓到伊朗,其中就包括一只巴兰军队 这些小队偶尔就杀了一只孤儿斯伯利亚军手,小熊在军队中长大 跟军人们感情绿绿深厚,还学会了吸烟,喝酒 他喜欢跟人类玩,喜欢坐着卡车多风,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难战争时代,物质缺乏,就连部队的物质都不够了,根本养不起小熊 机会不下地,不能继续养宠物,陪伴小熊长大的士兵们,实在舍不得拍下他 温然让小熊都在部队,士兵们感情让他入伍,成为二等兵 还有了一个波兰的名字,Voldek 这个名字是快乐战士的意思,代表了士兵们对他的慈爱和祝福 就这样,Voldek成为了全球第一只入伍的熊 并分配到波兰的第二军队第二十二运输练 在1944年的蒙德卡斯洛战争中,Voldek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力气很大,又能听懂指挥,帮助士兵们把原炮弹效率超级高的 当时,他将Voldek搬到了很多难以运达的地方,成为了战场上的小英雄 在这时候,也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这支部队把队会改成了熊熊帮爆弹的图样 以此来祭连Voldek的功劳 1947年,波兰部队如续被教会,这支小队也要回到故土了 他们无法带走Voldek,于是将他安置在阿丁堡动物园中 希望他能在那里幸福度过余生 Voldek的专习经历,让他成为了动物园中的明星 很多游客专门来看他,他每天都不会寂寞的 不过他一直记得当自己养大的人 记得曾经在部队里,叫喜相处的伙伴 有人用波兰语跟他打招呼,他会显得格外开心 波兰老兵来看他,到园区里跟他一起喝啤酒 玩游戏,也完全没有危险 Voldek在阿丁堡市很有名 在这城市中有很多熊熊的雕像 拉多是熊熊帆源爆弹,弹药上的造型 1964年,这支勇敢的熊熊离开了世界 让他的故事一直流向刺激